第23題 23、24是個體組 他說汽車在公路上以每秒10公尺的速率直線前進 發現前方路燈轉成紅燈的時候 經過0.5秒的反應時間開始煞車 汽車的VT圖如右圖所示 回答23跟24題 其中第23題是問我們說 要不碰到前面已經停止等待紅燈的車輛 安全距離最少要有多少公尺 那麼這一題大家都很能夠知道 這一段叫做煞車 這段叫煞車 但是很容易忽略掉前面這一塊呢 是叫做我們的反應時間 我們看到紅燈 然後呢經過反應時間 巧才會真正的踩上煞車 所以才會開始煞車 而在這個反應時間之內 車子還是會繼續的前進 所以呢 我們在計算所謂不要碰撞的安全距離的時候 我們也必要算進去 也就是說 這一整塊的 這一整塊的位移 都是我們所需要的安全距離 那我們前面交過了 我們的VT圖形的直線求加速度 面積求位移 所以呢我們就要算了就是這一塊T形的面積 T形的面積的計算就是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我們的上底是0.5 我們的下底是1.5 我們乘以高是10 除以2 所以呢 答案就2乘以10除以2 答案呢就是10 也就是說 我們所需要的距離是10公尺 所以我們第23題的答案呢 要選擇的是 10株10公尺 谢谢观看